哈喽,大家好,我是大鹏地产的Dana,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M2M Condos的销售中心的现场 带大家实地来感受一下这个即将发售的新项目 那现在就跟随镜头和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M2M的一个沙盘的一个陈设 那这也是2021年北约克最大型的综合楼花项目之一 那左边这两栋楼呢,是它的第一期,现在正在大麦之中 那右边的这两栋楼呢,是它的第二期 高40层,矮一点的这个是北楼高34层 那它先发售的是南楼,然后是北楼,然后最后是这个矮层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M2M Condos第二期的公共活动设施的一个陈设 那这两层呢,是三层和四层 三层和四层的这边的区域呢,是Community Center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那这两条区域呢,是整个大楼的自己的Amenities 这边有健身中心,下面有瑜伽室,学习室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儿童活动区,还有游戏室 那整个社区呢,还包含有18万平方英尺的社区中心 商用零售铺 还有这个一层的daycare 步行两分钟呢,就到达了finch地铁站和go bus station 可以说M2M的地理位置是相当方便了 地铁,go train,viva和ttc公共交通系统 可以带领M2M的未来居民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 如果您是驾车出行呢,这里距离highway404,401和407都仅仅三至五千米 所以说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Yang and Finch 北约克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社区 这里的转角处随意就可以看到非常不错的餐厅 包括中餐,西餐,韩餐,日料等等 那白领们下班之后呢,来这里随便走进一家餐厅 就可以和朋友相聚,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丰富的夜生活 M2M所在的位置呢,不仅位于北约克的城市中心 它周边呢,也步伐绿植丰富的公园 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Newton Brook Park 那它周边呢,还有Silverville Park和Handon Park 工作学习之余呢,也可以来到公园里面享受一下大自然 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好去处 那M2M Condos呢,是由澳元International Canada领先开发的地产项目 中国澳元集团成立于1996年 在2007年10月于香港上市 13年进入百亿俱乐部,15年开始拓展海外市场 那它的海外市场拓展呢,包括有澳大利亚的悉尼 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 那今天呢,关于M2M第二期这个项目的介绍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如果您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联系您身边的大鹏地产经纪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